其他的我还真没有参加过 当然这个GinKids中文社区是第一次 觉得就是可能网站见面了 可能会有些优化 上周也把那个代码克流下来 然后看了一看 也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这个你可以直接对着我们这个说吗 稍等我说一下 现在能看见吗 这个这个现在可以看到的 那你刚才说的是另外一个 不是就是这个 这个如果已经有一些想法的话 就可以直接说出来 然后大家可以 就是整个网站的可能内容方面 可能不是感觉不是那么的紧凑 可能还是比较分散一点 你说是首页还是说哪个页面 微信 微信哈 对这块关键比较大的 可能也没什么东西感觉是吧 但咱们的文章数量还是挺多的 人体感觉好像挺空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这样的就是这个的话 它有一个仓库 我们用的是主题 是用的一个叫主题仓库 这个 应该不是 这个 那H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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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是一个 专门生成那个静态文件的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框架吧 然后Youtube是这个 我顺便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这个文件还是挺挺有意思的 大家有时间就可以了解它 然后好多人会拿它做一些博客 然后有一些开源社区的开源项目的网站也是用它来做的 嗯嗯嗯 然后大概是这个是咱们的组的那个网站的代码 然后这里边嗯 嗯 这样看不到稍等啊 嗯 如果你把这个代码下载下来的话 然后这里边有一些makefile你可以看一下 嗯 嗯嗯 makefile里边有 就从微信那拉取文章 还有就是 拉取主题 所以拉取完之后会 它会到了SIMS这里边去 会有这么一个目录结果 是这样的 嗯 这个content就是内容 这就简就比较简单了 然后主要是这个主题的话 嗯 我简单过一下这样方便你去看 主题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里边呃 有一些比如说像菜单 还有一些这种这些布局类的文字呢 它有一个叫I18N的 这里边写了对应的中文是什么对应英文是什么 所以说实际上它可以有英文的界面 嗯 这是那个什么 然后另外一块是关于布局 布局的话这里边有有几种 这是最基本的布局 比如说这里面点开一个文章 还有这一个活动 这个页面为什么长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它布局页面来在生效的 嗯 嗯 嗯 还有这是这个仓库里边有个叫layouts 嗯 比如说刚才那叫meetup 这是单页面的呃 最外面是列表列表页面的一个原代码 这样其实就是HTBI页面 对前章的程序来说应该很熟悉的 嗯 我从这边点进去某一个的话 就是单一个页面的 single的其他的也是类似的 嗯 嗯 所以说呃这个是定制的 然后默认的是来在这儿 类似的 配置 可以看到这样 嗯 嗯 大概 这块 嗯 这块上周我客龙下来看了一下 呃 也第一次用这框架吧 然后稍微熟悉了一下 嗯 把这个项目跑起来 嗯 这个跑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只要执行一下 呃 你跑起来了吗 呃 跑起来了 我现在电脑里可以跑起来 嗯 这里边这只执行一下hugo server就可以了 嗯 执行这个命令他就会起一个服务 OK 然后这个是关于页面的 嗯 嗯 如果你有现 已经现成的想法 就可以直接提一下 嗯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看起来 嗯 效果不太好 但是 嗯 不顺速前端的可能也不太清楚再怎么去弄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现成的想法就可以直接提 如果没有的话 呃 可以再想一下 等下一次会议或者直接在群里说都可以 嗯 嗯 好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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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有一个 同学 但是好像不能语音是吧 看看 看看 诶 这个怎么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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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实验军你可以说话吗 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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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那个什么吗 嗯 要不你 你给我发现 那会议记要上面写的内容 就是今天要说的 我就想翻译 嗯 嗯 行 等会儿 我把那个 我看一下那个 我笔记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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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你没有声音的话 你可以退出去重建一下 嗯 嗯 可以 我认识说 你要取消声音的话 就没有声音了 我有声音吧 能听到声音吗 那你找到是另一个人 另一个 哦 嗯 我也不知道 还是没有 请他们就先按照我记的东西再想吧 然后是这样的 我们觉得希望能再招募一些新的成员进来 然后大家对于就是如何招募 然后可能是不是要写一篇文章呀 或者关于这件事情 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 我觉得我可以在我们每篇文章底部打一个 小姐我发你了微信 你那个能那个什么吗 能发我上面没有登微信 那你发什么 稍等我等一下 然后那个东辉说你说发发那个 我看主的编号他是这样的 会有一篇文章介绍 然后需要比如说咱们需要什么样的 比如说需要什么样的技能 之前咱们那个拉那个微信群 已经有在面子的事了 这个技能其实跟人可能是职业有对应的 然后我现在就记一下 比如说前端的后端就可能研发类的吧 这些都可以 然后另外我们可能需要一些 嗯 嗯 这种设计的人 然后 还有一些 叫做文档工程师 不知道大家听说有个这个工岗 我岗位没有 这也是我们需要的一些 我听说华为有这个文档工程师 我们公司也有 我们公司也有 哈哈哈哈 不玩了 ok 我觉得可能需要这几类人都都需要吧 然后嗯 大家看也没有补充的 然后这一块的话有有几类工作要做 这是网站的维护 嗯 其实这个网站还比较简单的就是 嗯 因为是静态页面嘛 所以就可能需要一些 嗯 浅章的工作可能更多一点 嗯 然后可能还有插件吧 嗯 东辉你写的那个插件 嗯 嗯 给大家简单过 简单说一下 然后然后再 再看看咱们是否能把 嗯 由由由由咱们社区的人维护的插件 弄一个列表 然后在这个网站 上加一个模块 对我刚才放了一个 嗯 就是提交了一个皮啊 那个 呃 提哪了 提到我们那个 这个是中文 那个那个 那里啊 呃 zh这个什么 对对 zh 哦看见了 你可以拿那个过一下好了 嗯 嗯 然后你可以那个 打那个vfile 就是右边的那个 这个 这个是吗 对对 那可能也不全 因为这这是我 我知道了 可能也不全 嗯 对 这样 这个列出来 然后 嗯 有一些可能复杂的 复杂的可能会要 需要一些教程 像简体中文插件的话 这就可能不需要这个 教程类的 有的可能还需要一些教程 嗯 如果不需要教程的这么列出来 我觉得我觉得就可以了 如果教程的话 可能还需要加一些教程 当然这个教程的话 可能 除了咱们维护的 比较其他的一些 用的多的插件 也可能也加一些教程 像k8s插件 其他的 是吧 啊明白明白 就是 但是和这个 和插件列表 应该是独立的 是吧 嗯 对 是 这个可能就是个列表 然后 我刚才说的是 嗯 可能在这加一个菜单 或者在别的地方 加个东西 单独的一个 教程 可能会有很多很多教程 嗯 明白 还有 还可以把那个做引用 直接引过去 呃 什么 我说就是那个插件 可以把那个 做那个 就是地址引用 然后直接引到 啊 那个 教程那个地址 哦 对对是是是 所以可能后面有个 教程那一列之类的 或者什么东西吧 那咱们就可以再想一下 嗯 嗯 OK 嗯 嗯 其实这样的 我看咱们大部分人还做研发的 对吧 我觉得研发的咱们 嗯 前段时间 嗯 花在翻译文章和写文章上面 嗯 还有推广上面花了不少精力 嗯 我觉得 应该是 要要把一份精力放到这个 这个 插件的维护上面 或者 代码的维护上面 这样会 嗯 这样的话 相当于你也对 这些人会更加的 有了解 嗯 OK 嗯 插件的维护 嗯 嗯 还有一些是活动的策划 嗯 嗯 这个活动策划 其实跟 嗯 任何岗位都没有关 关系的 然后 我看有些社区的话 他会 嗯 他会从一些高校里面 招一些 嗯 新闻系啊 或者这种 那种 跟活动有关系的那种 嗯 院院校去 去 找一些学生进来做 他们会做的 估计做的比较好一点 OK 关于这个活动策划的话 其实是有一个 我们在策划的 叫黑客松 黑客松活动 嗯 然后 这个设计的话 可能就是要设计一些logo啊 网站的一些图片 或者是 整体风格 文档工程师 嗯 如果有文档工程师 加进来的话 就可以做 造成的维护 就这样 嗯 所以 那个 那个聊天我给你发过 哦 我看见了 我我手机上已经看见 嗯 所以说如果 呃 呃 可能是会 会以刚才我写的这些 或者大家再补充一下 以这些为 呃 为一个基础来写一篇招呼成员的 文章吧 诶 刚才的 嗯 刚才的新加入这位同学 要不要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 嗯 对对对 你那边方便讲话吗 对对对 你那边方便讲话吗 你可以把麦打开 然后给我们相当于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再说一下 呃 希望能在社区做什么事情之类的 嗯 我以为能听见吗 可以可以 嗯 我我叫赵号 呃 那个号呢 号是三天水的号 三天 第三个第三个 对 好 嗯 嗯 然后我主要做的是一些运维方面的工作 嗯 嗯 然后呢 这段时间可能要去 呃 入职一家互联网 金融公司 然后帮他们去做一套 啊 能够上生产的一个 呃 一套的这种流水键环境嘛 所以可能 要对这些工具啊 或者这些工具要比较了解 所以就 嗯 试一试的态度进来看一下 嗯 然后 大致就这些吧 嗯 试一试做 CACD相关铁工作是吗 对对对 嗯 嗯 方便说一下是 在哪哪个 那个 呃 城市吗 啊 我 目前就是在 嗯 江英帮Easystack 和博云去做技术知识 然后马上是去上海 嗯 一家叫 哈杜科技 啊 哈杜 科技 嗯 嗯 嗯 然后他们用的话 可能是用 呃 安理云的 那个亚马逊云的 然后 可能要结合kys做这些东西吧 ok ok 好 谢谢 嗯 有 那个想想 这这个是 就是目前你的状态 然后 呃 你希望就是在社区能做些什么事情 因为我刚才也列了这么多 看有被覆盖到你的 我希望做的可能就是 啊 把自己去实施的那一套 嗯 CICD流程吗 或者那一套东西可以就是写个教程一样 教程是吗 嗯 嗯 嗯 呃 是这样的 就是呃 呃 假设如果 你你已经计划做些事情的话 呃 呃 我们一般会 会列一个action 就是呃 谁谁来负责一些什么事情 比如说我们前几次会上就有一些 有些同学就去接了这个呃 呃 比如说我们有这么一个网 页面 就是我们基本上每天会有呃 微信公众上发发这个文章 然后我这个网实在太好 就这个文章会呃 呃 先先发到这个网站上 然后再呃 呃 同步的发到微信公众号 看员中国 还有其他的网站 这儿列出来 所以看后面有个负责人 相当于就是领领一些任务来做吧 呃 就是如果你希望写一些教程类的文章的话 呃 如果你已经有希望已经要做了 可我们 会把它列出来 啊 我知道 如果还没有 就没关系 我们 以后再想看看好 如果列出来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谁做这个事 可能其他人就不会重复了 啊 好的 嗯 所以如果有的话 你可以直接说一下 呃 目前的话就是因为还没有去录制 吗 可能 今天有去看一下 嗯 那我可以推荐你去了解一下 这个GX 这个我们也呃也也有人在做一些维护 嗯 就这个 嗯 他这个是 嗯 算一个开源的csad的一个平台 嗯 嗯 嗯 应该是 嗯 基本上divops的设计到的一些工具链 还有整个的环境的一些集成 它都全部包含了 所以你可以去调理一下 哦 就是呃 有一本书好像也是讲这个的吧 嗯 什么书啊 就是 就是叫Jaykins-X 是我们翻译的吗 还是 别的组织写的 嗯 我我没有注意到这本书 可能是 啊 啊 因为我在京东上看到原本就叫Jaykins-X的一个教程书 哦 我还真没有注意到 不是我们写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中文网站是咱要的 我们在维护的 哦好的 哦 OK OK 嗯 行 嗯 然后 我们可能会在 国内的 不同的地方 做一些meetup的这种线下活动 如果你感兴趣 帮忙组织一些策划一些活动的话 也可以 呃 也可以跟我联系 好的 嗯 然后 看看啊 嗯 目前看起来咱们的活动的策划和营销的话还是 嗯 比前段时间有些进步吧 毕竟是 在一些大家努力一下在不同的社区又发了一些文文章吧 嗯 现在每天基本上 微信公众号的粉丝量在 嗯 10个以上的增长吧 所以目前看起来状态比较好 嗯 但是文章的质量还是要继续继续继续把把握的 嗯 嗯 嗯 关于这个黑客松的话 我介绍一下背景啊 就是 呃 希望发起这么一个线下的活动 可能是 大概两天左右的时间 然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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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活动会去 嗯 嗯 发出一些这个像 嗯 项目或者想法的一些 嗯 一个列表 比如说 嗯 比如说 嗯 比如说 随便说一个 比如说把这个网站怎么去 优化一下 然后 或者是说 嗯 把这个 JX官方的JRA库里面 挑一些bug 去修bug 或者说你有自己 别的想法都可以 然后这样去比赛 然后我们最后给 比赛团 呃 这个冠军的团队呢 发一些 奖 奖项 团队呢 可能 嗯 三到五个人吧 或者具体可以再想一下 就大概这么一个活动 嗯 嗯 关于这个活动呢 大家 有没有一些 想法呢 就是 嗯 主要是说 嗯 组队 人数要求 然后 评分 标准 想象设定 嗯 关于这几点 大家有没有一些想法呢 可以 可以聊一下 嗯 嗯 嗯 周扬有吗 嗯 嗯 嗯 燕军 你有没有一些想法 想 一起聊一下呢 没有的话 我先再继续补充一下 讲相的话可能 分为冠军 之类的大概是 然后 你说这个冠军的奖项 大概给一个1万左右的奖项 然后后面可能会再往后降 比如说一个团队 三千 我们有新加入的吗 新加入的可以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我看新加入了两位同学可能没有开Mac 如果想发言的可以开下Mac 然后 评分标准的话 先再补充一下目标吧 为了让大家 对 或者开源社区 解决一些 基本上是两个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的那个什么不太好 我的网不太好 所以没有打开这个谷歌文档 你才发现 我这个衣服扣一直没记 就是底下 然后 那个罗赫是吧 其他人应该能听见声音 要不你重新进下会议 评分标准的话 就是团队协作意识 项目 我目前想办是这么多的 大家有没有想补充一下呢 听不到声音的重新进一下 听不到声音的话 应该把那个 他那边有一个加入到声音 加入到那个什么 好像开始开始有一个 好像是有一个什么 就是没打开吧 然后然后评分标准 我刚刚突然 我想的就是 最好其实还是有一个 那个就是 公共使用的 就相当于是这种 公用性比较强一点 这种 公用性强 通用性是吧 这个肯定是的 然后肯定是不能 只是某一个业务的对吧 或者只是某个公司的 然后确实是这样的 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呀 那个看起来我们又新加入了几位同学没有想和大家认识一下 那么罗赫有没有 你的麦应该是开着呢 哦开着呢吗 哦 我们从这儿啊 对可以听了可以听 我对这个 张金斯一直都提感兴趣的 不过我现在 还是属于 我有一个二零服务器的时候 我一直搭建这个 但是一直搭起来 就是张金斯加人安西伯 你看我们前几个是这么介绍的 就是基本上他是在目前在做什么工作 在哪个城市方便的话 可以说一下哪个公司不方便的话 可以不说 大概是这样的 那个也是做干运维的 然后在北京上面 北京啊 公司的话就是 是做电子发表的 在那个 在那个 航天信息 股份 叫公司 电子发表 嗯 这个没啥 没啥隐私的 就是那个叫航天 航天信息 股份 股份 就 那个 股份 航天信息 我们也不是 就是说 让大家能有个互相认识 互相认识 然后可能 也是 朋友们 对吧 嗯 嗯 那么就是 呃 参与社区的话 可能想做些什么事情 可以看到我屏幕上列出来 我们目前 嗯 要做这些事情 但是不仅限于这么多啊 有的话你可以 不是 我平时工作也不是 那么太太难的 所以有些东西也不是太会了 看这些 我看看 就是 嗯 其实这样的 我 我那个可以 呃 重申一下 就其实 嗯 嗯 看员社区跟 呃 跟公司上班不太一样的 是 呃 是 是这样的 就是说 首先是没有工资 对吧 就很 哦 对对 这个 我到 对 先 让我把这个说完 呃 所以说大家 肯定都是基于兴趣来做的 呃 但是呢 跟公司不一样的是说 在社区里边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创下级的关系 也没有 所谓的领导 呃 所以说 大家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比如说我们要 呃 我们有个人翻译一篇文章 或者写了一篇原创的文章 大家任何人都可以提任何建议 当然是 合理的哈 然后呃 我们都共同的来决定 这样的事情要不要做 所以说 基本上每一个人 都是处 处在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样的话 其实呃 因为就我 就我自己工作来说 呃 呃 呃 也不是所有的公司 部分公司可能就是说 领导说了算 对吧 其实在我们这儿 呃 任何人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说 我要主动 发起一件事情 我要主动负责一件事情 然后呃 其他人都会去 去去提一些想法帮助 所以是这样的 然后另外一个好处的话是 比如说 呃 咱们GK社区的话 如果你呃 跟进的时间长一点 可能对GK这块 会比较 比较了解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 可能会比较精通 甚至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但在一家公司不太一样 就是说 呃 你可能做这个项目 然后这个项目做完之后 可能做另一个项目 你的技能没办法持续的延续 呃 嗯就我所知的话 咱们社区里边有些很元老级别的一些贡献者的话 可能都参与了10年以上了 所以他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专业专专家级别的 呃这是社区这么一个东西 呃一个概念 然后另外一个刚才你提到其实这个社区里边的事情呢 呃 有难的 肯定有难的 有一些比较复杂的 然后但大部分事情没有并没有那么难 然后可能我提一个稍微难一点的 但其实也也没有那么难哈 嗯 我们那个 呃社区的公众号 就那个官方公众号呢 上面有 呃如果你 比如说最近我们发起的那抽奖活动 呃你输一个抽奖 然后他就会 呃他就给你回一个图片 他其实这件这件事情是是也是程序来做的 呃是哪个 微信公众号提供的API 我们可以这样做 这样算本人也顺便算是把这个东西给介绍一下 对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抽奖是这样的 呃你就提交这么一个yaml文件 然后呃 这个程序就会去识遍抽奖这个关键字 然后回复一张图片 呃这个程序 这个代码是这块做的 这个代码是够语言写的 所以呃 所以说跟跟公司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呃我们没有面试这么一个过程对吧 我们也没有说 呃 你你你的你的编程能力要要怎么着 甚至说如果你以前压根没有写过够语言 然后现在呢想学习一下够语言 呃都可以直接参与进来 只要是我们review过了这个代码觉得没有问题就可以就可以合进来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呃不好意思打断那个罗浩你可以继续 哦我 我 够语言够语言我真没真没研究过 对没关系 其实呃工作里边如果你要找一份工作 比如我之前遇到一个人说他他以前是写加瓦的 然后他想转到够语言去 呃当然你可能没有一家公司可能会 呃或者很少有公司去去立马接收你对吧 所以说的在社区里面可以很好的锻炼你这个呃 呃好多方面的能力比如说编程能力 嗯 然后这边的社区的文档的话 那是全部都基于getHub来做的 我们在getHub上提交的所有的代码都可以看到 嗯 对我知道这个我觉得我经常逛这个 嗯 这是这个李启龙同学给提的一个问题 所以看你是希望做哪方面工作呃 如果你现在现在想清楚了或者觉得模糊的都可以跟大家沟通 呃或者说想再想一下也无所谓 我看有个翻译翻译可以吧 呃什么 那个有个我看上面有个翻译的还有原创文章那个 呃对翻译稍等我我我我把这个记一下 翻译是这样的我们这个 呃你在我们的那个微信群里面吗 当然我又通过微信群问题过来 行完了那你可以给我发现你的getHub账号 然后我可以把你拿到这个 这个里面 然后你进来之后 嗯 这是现在成员 进来之后你可以点这个projects 然后有两个项目 其中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来跟踪需要翻译的文章的 哦 然后原创的话应该呃如果你看过咱们社区的公众号的话 呃就可以看到比如说像这个是在日君同学给翻译的 而不是原创的 呃这个也是呃我们的原创文章还有些其他的翻译的 所以如果你有在csit相关那些呃自己的经验总结或者案例分享都可以写原创也可以呃就翻译都可以 完了通过之后就会发在我们的公众号上 嗯 呃黑客松这个活动听完我的介绍 嗯 稍等我打打断一下小姐 嗯 我我我刚我刚想说就是说 嗯 最好是可以把那个就是那个规则大概也说一下的 因为其实你要直接这么说的话 其实大家还是有些规则是不知道的 比如说你发发的那个周期了 还有就是那个排排的那个就是每天同一种类型的只能发发一张这样的 好 ok 好 那个 时间先给补充的挺挺好的 然后 呃我们这个我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文章 呃大概应该怎么去写 然后是 以markdown的方式来写的 然后 呃存放的话 嗯 大家可以从这里边进的articles里边进来 你能看到 嗯 是以这个年月份 呃 来存放的 然后 比如像这么一个就是说 年月日 然后杠一个你的文章的标题或者一个 搜写之类都可以吧 但是要要英文的 然后如果你文章里边有图片的话 可以在同级目录下创建一个同名的文件夹 嗯 其实我们要求是至少至少有一张图片 就是一个分面图片 啊 因为这个好多的这种 媒体平台都要求有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另外一块是排 排期 排期的话 呃我们原则上来说你可以自己选择 只要不要跟其他人重复就行 而且是说呃尽让你选择到 假设你今天今天是礼拜 礼拜三对吧 呃 礼拜三 呃就是说最好是你的期望在下周三以后的 这样的话给其他人有足够的时间来review你的文章写的 呃怎么样或者提些建议 然后我们的文章目前只在工作日去发 呃 然后还有一个条件是一天的里面的不不会有一个相同类型的文章 这个类型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是原创翻译活动啊 这是算三类文章 这转载也算一个 对 就是一天里面不能 然后这个文件夹的明明是这样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些字段 这些 我们之前的文章比较少 所以一开始是每周三发 后来变成一三五发 后来到现在的话 基本上每天都会发 然后这个 如果愿意去帮忙运营这个 呃 发这个公众号文章 你想做一个管理员的话 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里边有介绍了一下去怎么去做 啊 这个细节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运营的人可以有分为长期和短期的 然后所有的这些都在我们的Github账号里面 在Github仓库里面记录着 然后重点是这个文章里面 这里面 其实你看这个sample就可以看到 带信号的就是必须要有的字段 标题描述作者 如果是翻译的话 你要写 呃 原作者是谁 然后你翻译的你本人是谁 然后翻译要写原文的链接是谁 然后分面的图片 路径 啊 这个是这个应该写的很详细 就可以看到了 如果说我们的文章被其他的 呃 公众号去想转载 比如说我们有一篇文章接受 K白是插件的 所以K白是中文社区就把我们这篇转出去了 我们也会有一个记录 然后文章开头的这个分辨图片的话 分辨率要求是 嗯 不能小于200乘200的分辨率 然后空行呢 还有表点符号 大家就可以再看一下 然后图片的话 竟然不要太大 嗯 太大了之后 对仓库的影响也会大 然后架子也会比较慢 然后章节的话 我们要是从两个这个锦号开始 有的人说从一个锦号开始 有的可能好几个 要从两个锦号开始 然后一次地震 现在呃 这大概就是 文章的格式 以及怎么去发 然后可以看一下 已经发了些文章的P2 文章P2的话 我们是有呃 有一个规范的 就是如果原创的话 原创杠一个日期 这个日期是你期望 有可能也会根据实际情况来修改 嗯 就是看这一篇 嗯 如果是你原创的话 需要你勾一下这个声明 你是有本人的什么的 然后这个是翻译的 翻译的话 你会也需要把这个呃 原文的链接的呃 加到这里面 然后其他这些东西 就基本上是个checklist的吧 然后这里面是这样的 就是说 呃 当这个文章发完之后 有有哪个平台 发布了 我们就会去呃 勾一下 那这个是基本上是 WeWeWe的过程 OK 差不多文章的内容 就这么多 看看 呃 你看看有没有我辣了的 或者其他同学 有些不了解的 嗯 暂时应该没有别的 如果有别的事 就是遇到其他问题的话 可以呃 在那个社区 有微信 微信里面也好 或者在那个gitter里面也好 都可以问 嗯 嗯 可以 嗯 你说的是哪些页面的UIL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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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点进来 基本上都看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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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还有些别的疑问吗 好 嗯 嗯 嗯 如果想那个 进进这个github.org 的话就去呃 在微信上说一下 发现大家这个github的ID 然后把你拉进来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页面 那这个页面 然后去开始翻译啊 或者呃 其他的工作了 然后关于这个黑色通这块的话 嗯 大家还有一些 有没有一些想法呢 有的话可以 再说一下 ok 可能是 有可能没有一些想法了 然后 呃 我们的这个例会是 每两周一次 然后本来之前是 就等到7点了 这 最近我可能那个时间点 参加不了 然后调整到9点 然后我们的会议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所以这个时间上看起来差不多了 哎 你刚刚刚刚刚刚的那个 反正是刚刚你那边信号不好 就是有 有一段话应该没听到 然后我听到你说要结束了 然后 嗯 就是我刚刚 嗯 就是 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那个 嗯 嗯 这个 JNZH那个 网站 就那个中文社区那个网站 然后 嗯 应该是没有加过那个 就是 相当于是允许爬虫的那个 TXT那个 文件 哦 那那个是吧 对对对 嗯 要不你有时间帮我们搞一下 嗯 可以 我我把那个 我可以把那个就是规则到时候 嗯 建一个文件 然后但是具体怎么就是放到那个 就是那个根目录的话 这个可能 还是怎么去放 嗯 我现在就可以说一下 然后其他人也可以知道怎么弄了 然后你找一下这个index这个 嗯嗯嗯 哦好像不是这个家伙 我看一下啊 我看一下我的提交记录啊 我 我 我就是前段时间你 你发现的那个没有描述啊 没有关键字也是在这里面加的 嗯 对 但是他那个是应该是相当于一个单独的一个文件 就是一个TXT的那个文本文件 啊 你说那个是吧 对 啊 那那个 那个 那个 你应该直接放到根下面就可以了 哦 就是index那个 嗯嗯 行 这个 你放到这个下面就可以了 行 我知道了 然后到时候你可以发个p 嗯嗯 行 然后然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那个 啊 像百度的他不是有那个站站长的那个网站 然后就是相当于需要可能是 那如果是就是想让他去收录的话 最好就是相当于是也是建一个账号 然后去把他那个跟他去做关联 嗯 然后让他去做收录之类的 这个的话 可能社区里一些人还是还是还比较忙 然后暂时可能没有弄了这个呃 这个商标授权的事情 因为社区正好嗯 刚刚加入CDF 所以可能还有这个授权要放到CDF这个基金会来授权 所以这个会比较麻烦一点 然后一旦有什么进认证 有那个进度的话我会通知大家 然后李启隆的问题 我其实有点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说 呃对怎么参与咱们这个会 然后时间还有呃会会议的作用是解释是这个意思吗 呃李启隆是这个意思吗 好吧 然后我就按我的我理解来说一下吧 呃咱们这个会的话两周一次 然后每两周一次 然后这个 每个周三来同步一次 呃我们用zoom来去同步 呃每次的话会会有这个视频的呃呃 会议视频的录制 然后如果感兴趣的也可以翻译一下 呃录制完之后会传到 呃youtube上的一个官方账号里面去 呃我们这个会主要是为了同步一下 呃社区呃社区大家的一些状态 然后呃呃 信息人家加入进来的话 也是呃去呃 能知道社区在做什么 呃 每次我们会有个会议记录呃呃呃 呃呃呃呃 呃也会写些action 呃这一次没有指定谁来做什么事情 所以之前翻一下之前的会议的话会指定 有些事情是某个人来去发起来做的 呃会大概就是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呃呃呃呃呃呃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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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杰 我停一下 可不可以 就是把我们时间 就是以后的时间 也放到九点 可以 因为六点那会 还没下班 可以 还有其他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 今天就 非常感谢大家 抽时间过来参加这个会 然后今天内容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 我停止分享了 拜拜 拜拜 拜拜